能够调伏六根 在行为表现上 就能够与皆相应 射受众生 赚得阿罗汉果 贪 撑 吃 卖 疑 邪贱 这些根本烦恼就断了 如果是圣人 则没有凡夫的种种习气 凡夫的心散乱 圣人的心不会散乱 凡夫心颠倒 很多事情看不清楚 开悟的人就明白 起心动念都会有因有果 所以不会乱动念 在行柱坐卧四位仪中 收拾六根 安详处事 目前啊 这个 很多 文献可以讲这是末法时代 很多 心心宗调啊 都起来了 就可以说在 佛经里面也有讲 末法时后啊 这个 所谓 呼佛外道也很多 我们所了解的 因为众生啊 不了解什么叫正法 跟邪法 以佛经来讲 我们必须要 以三法音来印证 这个是不是正法 所以三法音就是 诸心无常啊 诸法无我 诸法无我 这列盘 列盘 极尽 最主要 最主要就是说 一般的 信心宗教也好 甚至复活外道也好 他所讲的 只要我们 以这个三法音来印证 他是不是正法 这是很重要的 庆祝开山禁寺一百年 为弘扬如来戒法 关西传云禅寺 将起见 护国息灾 千伯三坛大会 并传授在家五戒 菩萨戒 以少龙佛总 令正法久住 净化人心 国立的是一月十日起 敬请长老 长老妮 法师 慈悲丽玲指导 在家信众 顾持戒会 十方新闻记者 蓝玉荣 新竹采访报道